美国政治新闻网40报道称 中国企业正在中东霍尔姆斯海峡附近扩大影响力 这增加了未来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的风险 对此中国专家认为 这反映出美国精英集团始终带着意识形态眼镜 看待中国发展 把霸权思维推起吉人 政治新闻网报道的观点 因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 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运输咽喉 连接海湾和阿曼湾的霍尔姆斯海峡附近 中国企业对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 报告记录了中国过去十年 在阿联酋和阿曼的港口设施上投资数十亿美元 因此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其在霍尔姆斯海峡的商业关系 作为在该地区发展军事立足点的基础 报告称 为了进一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利益 中国可能会借鉴此前在其不提使用的剧本 即所谓先民后军 先投资用于商业目的的基础设施 然后将其改造以支持军事 政治新闻网40报道称 随着中国商业活动在该地区的足迹越来越多 美国鹰派人士越发担心 这可能会让北京对石油运输的主要节点产生危险的影响力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 拜登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北京在该地区的存在 2022年4月外交部翻人文文兵曾表示 所谓中国在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 完全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假消息 政治新闻网也在报道中 引述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战略副教授 道恩莫菲的话称 尽管中国与阿联酋和阿曼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日益密切 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 中国目前寻求在这两个国家或中东的其他地方 建立基地或持久的军事存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 浊华5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美国不少媒体和机构反复议测 炒作中国在世界各地建军事基地 这反映出美国精英集团两种思维模式 一是始终带着意识形态眼镜 看待中国的发展 习惯性都受中国焦虑症 二是将他们从帝国主义历史经验 继承下来的霸权思维推起吉人 总怀疑中国会像他们一样 靠尖船力炮去攫取 护持海外利益 打算 疯独播剧场 辅度 感谢观看